现在固态硬盘太卷了 是时候该给我们新爱的PS5扩一块大硬盘了 这是一块2T容量的PCIe 4.0的固态硬盘 支持PS5游戏机 NVME协议 M.2接口 每秒7000兆的读写速度 5年质保 而且还是个新品 最关键的是 它用的是我们国产的长江存储颗粒 这是光威的E系列硬盘 2T的价格竟然才600多块钱 去年随便一个T的硬盘都要1000多 这块硬盘有1T和2T的版本 连续读取速度都是7000兆每秒 连续写入速度都是6500兆每秒 2T版本的寿命最高是1200TBW 颗粒用的是国产的长江存储 新一代的3.0架构 主控用的也是国产的 联云MAP1602A 这配置这价格真是国货之光啊 下面我们上机PS5 PS5安装内置的扩展固态硬盘 总共分三部 第一步打开PS5侧盖 第二步安装固态硬盘 第三步盖上侧盖 以前我分享过安装视频 在这就不重复了 各位可参考背景安装视频 下面有说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第一PS5一定要上大牌的固态硬盘吗 这个要看预算以及个人偏好 不过我认为容量更重要 同样是600多块钱的预算 知名品牌的1个T和光威2个T我会选择后者 第二PS5安装固态硬盘一定要上散热片吗 光威的这款固态硬盘是不带散热片的 我看过网上关于它的测评 说最高是57度 而且还能在笔记本上用 看来温度控制的还不错 其实很多品牌的固态硬盘都是不带散热片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安装到PS5里面 最好还是给加个散热码夹 这样心里觉得安全一些 这个散热片没几个钱 问题三 给PS5加装的固态硬盘一定要有独立缓存吗 这方面索尼并没有硬性要求 这款固态硬盘是不带独立缓存的 它采用的是全盘模拟SLC 网上测评说连续读写130GB的大文件 缓内的速度是每秒5000Mbps左右 缓外的速度是每秒1000Mbps到1500Mbps左右 问题四 这款固态硬盘装到PS5里面实际速度怎么样 我这里用PS5自带的工具测试 显示的是6100Mbps每秒 另外我还测试从PS5内置的硬盘 移动几个大游戏到这个光威2T硬盘 容量合计202个G 耗时不到三分钟 官方写的写入速度是6500Mbps 这个速度是连续写入大文件的速度 但是在一个实际的游戏里面 可不都是大文件 游戏游戏会有很多小碎文件 我测试的时间供大家参考 我感觉算是正常水平 PS5内置的硬盘是800多个G 去到系统占用 留给用户也就600多个G 现在随便一个3A游戏都得60多个G 100多个G PS5自带的硬盘本来就装不了几个游戏 玩的时间一长 游戏的存档越来越多 截图录屏越来越多 剩余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少 我一直建议大家有条件 最好扩展内部的固态硬盘 以前推荐的是1T 现在推荐2T 这个要和价格挂钩 PS5里的游戏 我感觉这个数据不是特别重要 万一自己扩展的硬盘坏了 直接走售后就行了 到时候新硬盘来了 游戏重新下载 存档也不会丢失 因为存档是在系统盘里 PS5自带的那个硬盘里 所以这种第三方硬盘 我们找个品牌 售后有保障的就行 其实这块硬盘除了在PS5上用 我们还可以在台式电脑 和笔记本电脑上用 做系统盘或者游戏盘都可以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